1913年福特梯行车以流水线大量生产标准规格品 为制造业展开了低成本高效率的新时代 成为20世纪制造业的主要生产模式 1960年代开始有MRP的概念 随后又陆续发展出CRP、RCCP等不同概念 在1970年代逐渐确立画面左下方的流程图 首先,依据订单计算需要生产的产品项目与数量 接着,依据每日产量排出期望的生产计划 并且会总算出周产量 第三步骤,依据周产量配合标准料表算出每周需要使用的材料 扣除库存与既有的净料计划之后进行采购 制造单位准备模制具、人力、依据生产计划作业 在1990之前,订单有宽裕的准备时间 而且一张单可能会连续生产很多个星期 所以这样的流程可以有效运作得到期望的成效 逐渐演变成常见的运作架构 从1990开始,生产模式逐渐趋向少量多样 经过2008年的金融海啸 订单全面转变为短交期高变动性 原先的长交期大量稳定生产模式逐步瓦解 基于发放绩效奖金与快速回复交期争取新订单的需求 制造业开始重视,依据机台个别列出细部排程 因此,在流程图中加入一个对个别机台进行排程的功能 可以视为CRP的进阶精细作业机制 可是,它只能计算机台产能数据 不能同时完整考虑其他因素 所以需要人工作业检查与调整生产计划 经验丰富的升管 可以交叉比对各种分析报表 自行计算理想的开完工时间 然后直接拖拉干特图调整生产计划 在人工调整的过程中 不容易完整兼顾所有交叉影响因素 所以,拖拉调整一部分干特图就需要重新执行排程 然后再度进行检查与调整 这样不断循环运作 形成很大的工作负担 还不一定能排出正确可行的生产计划 传统的方式面临另外一个更严重的挑战 在少量多样制造环境中 一张单的实际工作时间可能少于一天 如果办成品在第一天的早上10点完工 在没有其他限制的情况下 成品应该在同一天紧接开工 不应该沿用1970年代的做法 安排第二天开工生产成品 这促使流程图中机台排程功能再度进化 在相连接的前后工单之间 以小时为单位安排生产计划 但是,产能与材料仍然分别计算 并不符合产能与材料同步到位 才能投产的生产实物 神灯独特的排程运算核心 全面依据小时计算 自动辨识制程工序的前后对应关系 产能、材料、半成品、模制具、人力 各有专用运算核心 向齿轮足紧密结合同步计算 由AI决策引擎自动判断排出最适当的生产计划 我们可以用半成品产出提供给成品使用的情境 看看不同排程方式的差异 画面左侧延续前一页改良式流程 因为单纯依据产能进行计算 所以必须连接成品工单与半成品工单的对应关系 画面右侧延续前一页同步互动齿轮组 精细计算每一个小时的数据 画面中央白色细线时间轴 每一个刻度是一小时 从凌晨0点开始向右延伸 所有的资讯都以小时为单位标示 依据一段时间内的需求数量 集中生产三个共用半成品 半成品T11与T22在凌晨3点同步开工投产 半成品T33因为等待材料 所以延后两个小时排在凌晨5点开工投产 取出三张成品单为例说明差异 成品F1需要使用半成品T11与半成品T33 左侧依据半成品工单的预定完工时间 安排成品F1在11点开工 右侧依据半成品工单的预定产出数量 安排成品F1在6点开工 成品F2需要使用半成品T22 左侧依据半成品工单的预定完工时间 安排成品F2在10点开工 右侧依据半成品工单的预定产出数量 安排成品F2在4点开工 成品F3需要使用半成品T11与半成品T22 左侧依据半成品工单的预定完工时间 安排成品F3在10点开工 右侧依据半成品工单的预定产出数量 安排成品F3在6点开工 如果成品F2与F3共用同一套模制具 左侧的排程方式会造成成品F3的开工时间延后更多 从这样的比较可以明显看出 精细计算每一个小时的数据执行排程 可以得到正确可行的高效率生产计划 延续不同产品共用模制具这个议题 接下来讨论实际生产作业 除了机台要有足够产能可用 还需要有一些辅助项目才能实际投产 这些辅助项目通称为制造资源 依据计算用量的基础不同 区分为产品与机台两个主要类别 例如刚才讨论的两个成品共用同一套模制具 或是依据成品差异在组装过程使用不同的人力 或是特殊精密零件需要试行托盘承载 与弓箭一起经历多个加工过程 另外有一些状况会依据机台使用制造资源 例如射出成型机更换模具需要使用天车 换模过程需要技术员进行调整测试 食品油炸机需要有证兆的人操作 以上举例各种类型的制造资源 直接影响生产计划的可行性 而且有可能在同一个步骤中 依据产品与机台同时计算需要使用的制造资源 在流程图中 产能、材料、模制具、人力 分别独立计算 表面看起来个别寻求最好的方案 实际上因为不能互相配合 反而制造出更多问题 眼镜成为齿轮组的生产排成方式 各种因素都会同步计算并且交叉评估 排出的生产计划可以有效执行作业 这才是少量多样制造的最佳方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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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